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维瑶,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非线图价的一些基本的创作技法 从线条上跟大家去讲了有哪几种画法 其实用这种不太规则,而且有粗细变的话,就可以创出非常多丰富的一些作品 像我的后半背景墙,还有我们这边的直接在墙面上画的一幅墙绘,都是用这种技法去创作的 很多朋友们也会问非线是不是有一定的门槛 其实我觉得非线可以有一点素描技术,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些基础的话也可以去尝试去画 刚好前一阵有一个美术的教育机构,然后找到我来合作去教小孩 大部分都是小学幼儿园这样的一些孩子吧 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画画基础,但是也是从零开始没有接触过非线 也是从我们开始讲的那四种拍线的方法一点点练起的 那今天呢我还跟大家呢去探秘一下,探秘一下就是他们在这个画非线的过程中有什么一些好玩的过程 包括他们通过几节课的一个练习,到底能画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作品吧 这个袋子里面呢就是我花了差不多四五节课的时间 让我们的比较小一点年龄段的学生是我们画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吧,幼儿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小学的一些小孩吧 一二三年级,然后稍微大点的话五六年级的一些小孩画的一些作品 我抽这一点大概的跟大家去看一下吧 就是通过这些简单的线条 还有不同的这个线条的组合排列呢 画出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画面色为 对,像这些都是他们通过两三节课三四节课就画出的一个效果 像这个呢就是我在教他们画的时候呢 不管是结合水彩的还是结合这个圆柱笔 它都能提出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效果 然后像这种线条,包括单色的圆柱笔加裁迁啊 包括加这种裁迁啊,还有这种水彩的效果 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玩的,不知道猜我画,起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难度上方的话 稍微的偏容易一点的那种小熊 小狗玩之类的,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OK,那其实呢,上一节课 有一个画这张老鼓的小朋友,特别好玩 然后他画的这个效果也很好 我就看到我身上的这个T恤以后 就我背上这个T恤以后 他就在问我老师能不能尝试去做一下 那然后我说当然可以啊 然后证求他妈妈同意以后呢 就这一期呢 包括明天我会把这张画呢 给扫描出来 然后去带到印象 然后把它做成T恤 下午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给他 然后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蛮期待的 OK,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开始带着这张画 扫描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到印象 看看这张T恤是怎样制作而成的 Let's go 哈罗亮哥 嗨 我今儿过来打点东西 好啊 然后一会儿要麻烦你帮我打个样 没问题 对,就这个 好 然后把它给做出来一起 好 这有学生画的 嗯 还不挺好的画 小学3年级 这个还是胸前A4吧 A4大小 现在开始准备打压了 刚才打压了没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的把这个小老虎做到我们的T恤上面 来吧,两个 把它在清水上满肤色 托过了 那刚才就是我们的T恤制作的过程 现在我们就要出发返程 到我们的上课地方 给我的学生们看一看 它的这件T恤做完的效果 然后下午的时间也会跟大家互动一下 我也很期待 那我们就马上出发吧 Go 是薛泽画的 老师好 这就是一般的三头 薛泽 你T恤 我的 好的 薛泽的 老师为什么不给你玩 他就是他画的 他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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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老师我拿哪个 有什么感想 啊 有什么感想 什么感想也没有啊 你好 再见 好帅好帅 拖了他 拖了他 我试一下 试一下 我学厕所 我学厕所 哎呦 你还太修了 我学厕 喜欢不 你很久吗 我看你很 我看你很 我看你太好 很久 你的漫威logo画的怎么样 我的后面画的太好 还可以 还可以 感觉不错 感觉是不错 感觉是不错 我感觉不好 看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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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手撕了 为什么我们快都撕了 你为公模样 你为安静 大概就这样 他这手边是这样 你在幽化幽化 你在幽化幽化 对不对啊 哎别动 什么都很自信啊 对 先把指头画出来 怎么转起来 好吧 你跟我讲讲这个是什么 Q版的 Q版的路飞 对啊 这是你这节课画的两个锤子 不是 看见你两个锤子 漫威雷声锤 还有这个 你觉得哪个难 都不这么难 这个最难 读也最难 对啊 你感觉画的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 那你下节课要加油啊 我走到我最近那件事 到这儿 最近没有挖的 看我这节课会不会有点 耶 老师这有声音吗 有啊 蔡西昆 嘿 八千 不是我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你别说小伙子 你别爱困境上 现在爱困境上 我都不是推逼这样 我还没有太美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这样对蔡西昆 金米太美 金米太美 拜拜 老老爸说 蔡西昆 是娘头 哎 这个漂亮 对对对 太棒了 你爸太棒了 耶 那小虎画的怎么样 顾浩天 小虎 但我建议你应该再拿圆祝里 再去深入一下 是你吗 还人家行 还行 指头的话修长一点 画的再修长一点 一盒仔 嗯 老师 我电视班吃了 吃了防全果实 没有 那是布鲁克 我看这个可以吗 你夏娃丽娃的结构啊 它不是空白的 而且这里有一个 比较深的一个口领 那样吧 雨晃你可以再用那个 原路里 把背景线加上 没干什么 你干嘛把你的画给断了 要刻意 天术了 天术了 还在描这个最新的地方呢 快 耶 刚才不是说额槽地方不要夹了吗 老师我怕它有发际线的有啥 发际线的有啥 它本来就是骨头啊没有头发 所以说发际线才高吗 发际线才高吗 发际线就会高吗 发际线就会高吗 那不是吗 好吧 你那五呢 感觉怎么样大明 这几节可学的 哪张最满意 还是那张画的陆飞吗 陆飞那个眼神一个大一个小 陆飞那个眼神一个大一个小 陆飞那个眼神 这个还不错 但是上面有一个神情女侠的那个 你觉得这个不好看吗 嗯 这个比陆飞那个好看 还行啊 中途广告 我看看 一来我哪个特写 我看看 太鲜了 你把你的神情女侠就扣扣成这样了 老师猫必战了 快点 然后然后再撂一张年画神情女侠 做对比 画画画就太虚昏 其实是 宇涵你 宇涵你记得你拿过几节课吗 这上 四五节 差不多是吧 你最喜欢哪一张 七句 宇涵 宇涵 这张是吧 这张是画的最棒 因为我当时上节课看了以后 感觉 比我很多线上的学员画的都还好 你真的 你比那些有的大人都画的好 再多多加油 我觉得画的真的挺棒 一共是一二三四个六 就这样画的我记得 对就是六拆画 好 让你第一节课画的是哪个来着我 只怪我脚太长了 第一节课画的一个水珠 对水珠 然后第二节课画的这个 我觉得你画的最帅的还是这个小丑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嗯 嗯 嗯 那你感觉飞线好玩不 嗯 快说不好玩 老师迷你崩了 早事了 快快说不好玩 节目效果 小丑和陆飞 我觉得这两个你画的都很棒 是吗 小丑和陆飞 你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也好几个 我马上毕业 马上毕业了 马上上初一了 嗯 挺好的 恩琪跟你关系挺好的是吧 你们 是 春夏就是人生 嗯 所以呢 你感觉她画的怎么样 虽然她没有来 她画画不像蔡薰薰 你觉得她哪张画的最好 我觉得她画陆飞那个 我不能认同地啊 我怕没做 还有这个 不是我可以拍吗 没有 你就觉得这几张哪张好画 嗯 我觉得这个地中海大壮 好 地中海大壮 大壮 大壮 大壮就是你是吧 大壮 还真是不错 我是要在这提一句 刚才 现在你可以听到 街上有一个小朋友在那 在那乱叫 说骚话 大家看着 他如果一会再叫 我会直播揍他 好 这种玩 为什么要打他 揍我什么 他在客上那个骚话说过 不可以这样 老实 是 是 君子动口不动手 懂不懂 我觉得挺好 因为我感觉我也蛮有成就感 带了咱们一帮小小生 画飞线 我初中生了 你初中了吗 我初中了 我只是还没变成 非常的到位 好 观众速度转量 好的 好的 好 感谢观众老爷 好 好 哈哈哈